歡迎回到全球大搜集 宮崎駿的動畫電影 身影少女 溫室19年了 而當中的女主角千尋的父親 在變成豬之前 一口吞下的Q彈食物 大家原本都以為 是台灣好吃的小吃 罵玩 沒有想到動畫師 親自PO文是你 這答案讓全球網友超級震驚 動畫 身影少女當中 千尋爸爸一口吞的美食 超級Q彈 大家都還以為是罵玩 美嫂的電影推出19年之後 真相大白 導演米林洪昌 當年是身影少女的動畫師 她在推特發文 說千尋父親吃的軟Q食物 其實是槍擊魚的胃 為了展現軟嫩模樣 畫風還經過不斷的修正 這段密新曝光隨即登上 日本推特熱門驅使冠軍 許多網友這才恍然大悟 說長年的謎題終於解開 原來是槍擊魚 還有日本網友 PO上罵玩的照片 說還以為是台灣的罵玩 以為外型和Q彈口感真的很像 不過槍擊魚到底是什麼魚 槍擊魚外觀巨大 被稱為是活化石 原本被認為 在6500萬年前的白鱷記 就已經滅絕 變相1983年 南非漁民意外捕獲 才得知 他可能還活在深海當中 唯一的冷凍標本 全世界只有一隻 就在劇本靖岡縣的水族館 變相如今 越神隱少女秘密解開 也讓這種古老的魚種 再度成為話題焦點 記者總結